成功 好凉快啊 是 你真的打算去投行了吗 其实我高中的时候 一直都很崇拜你 因为你数学物理 一直都满分啊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 这个同学大概以后 会成为一个 很厉害的科学家吧 那样的话 我也会感到很荣耀吧 走位你同学 可能会让你失望吧 不会啊 同行也很好啊 我觉得 你不管做什么 都会很厉害 你还能说 你还能说 这个事情 你对我 没有 还能说 你 这 这 长官 那么 想要 就是 那你应该告诉那个人 不好意思 我就只有这个能力 你想啊 如果不像你现在这样 哪方面都能做得很好 只能做好一样的话 其实按照大众的标准 已经很优秀了吧 还会有人说你自私吗 那个说你自私的人 肯定是因为你能力 这种类实在是太多太优秀了 怎么能因为你优秀而怪你呢 我觉得我的逻辑可以啊 不对吗 对 你这么聪明说什么都对 那是 没想到有一天我们还会聊这些 是啊 相比之下 更奇怪的是 有一天我教你打游戏 不是被骗的吗 对了 为什么是八十个英雄总教头 王者不是一百多个英雄吗 你强迫症嘛 你非要我解释 因为剩下那二十个我不配学啊 比如说李白 宛儿 司马懿 周葛亮 我不输了 说下去都要上次做了 嗯 也是 乔小姐 只是 没有时间练习她们 那当然了 本来就是 你说你下个月投行 好 大概是什么时候啊 大概中旬吧 那你一直可以教我打到比赛 可以 你 我们已经算是朋友了吧 当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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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肥上心计划开始 我们的目标是 十天之内上心药 三十天之内体重增加 过筋 你别那么激动嘛 是我的计划出现了一点小小的问题 我执行得太饱满了而已 我看是你太饱满了吧 你不是跟我说 三十天体重慢慢长上来吗 怎么一个星期就胖了五斤啊 体重的事情是我能说得准的吗 它难道没有自己的思想 自己的灵魂吗 你给我控制住好吗 你别三十天给我胖十五斤 回头那个博主又该骂你了 放心吧 我用小号看了 他最近被人拍了路透 起码胖了十斤 多大的怜啊还敢说我 你这个体重计划这么饱满了啊 排位上心计划怎么样了 那就更饱满了 已经算十一了 新药指日可在 这么快啊 余老师带你的吧 怎么可能啊 我都是单排 余老师他可冷酷了 我连续遇上坑爹队友十连拜坦的 不带我 我今天晚上吃完最后一朵大菜 我就开始控制 挂了 不是 我 我 这个臭丫头 对了 单排时 你会遇见各种情况和队友 有利于肥长个人能力 而且比赛的时候 你会有两个路人队友 你并不知道他们的水平 所以 要先做最坏的打算 还有 上局排位是你坑了别人 不是队友坑你 有两次团战 队友还没跟上你去开团 太急了 我录下来了 过来看 等一下 我再去称一下体重 刚才是早上空腹数据 吃完午饭居然已经九十六起了 虽然说明天早上一般会下降点 但是如果晚上继续大餐的话 搞不好我会去增到九十七 那晚上变好的餐厅 到底要不要去 那晚上变好的餐厅 好久没出去吃了 好久没出去吃了 可是作为一个女明星 怎么可以九十七几年 刚才 我有点太疑了 这样 有眼角落 是